獅子座的朋友,無論是上升還是太陽,伴隨著這個雙魚座新月,這個農曆二月真是恭喜你們,漂亮到爆! 不過我想說,當我用這個好評圖來做背景時,我才發現,這位客人都真正情,跟獅子座很多真正情都是一樣 不知道這位客人會不會都是獅子座呢? 無論如何,獅子座有什麼這麼開心呢? 如果你們正在找工作,大家都知道,香港人是最喜歡轉工的 這件事在我最近的那個2020世界趨勢和香港流年,還有部分二的那個2020十二星座開運秘笈,我都三番四次提過 但是我也是提過大家,不要主動轉工 詳細聽回那兩個Live,麻煩你 但是無論如何,如果我真的當你們正在找工作的話 你們一定會有offer,還是不止一個offer 還有就是,有很多選擇,正所謂有得選擇你才是老闆 那你真是做老闆 然後,還有,凡你牽涉到錢,別人願不願意給你錢 別人會很願意給你錢 你知道,就算別人給你一份工的offer,也是別人願意給你賺錢的機會 但是也有很大的機會,別人願意給你錢 或者借錢 如果你們想去做一些借貸的話 這個月是非常之有可能的 總之牽涉到別人的資源 要去拿別人的財產,你們是獲得到的 在這個農曆議員 我們看看星盤為什麼 日月合發生在雙魚座,在你們的八公 而且這次,這個日月合其實很漂亮 它是六分座在摩蕊座的火星 以及在金牛座的天王星 然後這三個公位分別就是 你的八公,你的六公,以及你的十公 所以真的牽涉到工作,錢,借貸 或者是一些政府的grant loan,scholarships等等 這個月簡直是豐收 然後最煩的只不過是 其實這個可不可以叫煩呢? 如果這樣說,其實是有些折度的 為什麼呢? 一個最大的所謂問題就是 多選擇到你都不懂得怎麼選擇 好像左擁右抱,三七四折 好像以前古代的皇上要去翻牌子 都不知道今晚要翻哪個牌子 但怎樣都好 我經常都說 如果有時候不懂做選擇 可以來問塔羅 因為塔羅有一個很經典的二選一牌陣 尤其是有時候客人真的 哎呀,戀藍網有A公司的B公司 選哪份好呢? 這個時候呢 這個二選一牌陣就派得上用場了 究竟是怎樣幫你做一個最完美的抉擇呢?